好 持續要來關心了 這是昨天晚間 在鄰近新竹科學園區附近 先是聽到廠區傳出巨響之後 就出現了濃濃的煙霧 這個煙霧是把整個林裡的巷道 通通遮住了 讓當地居民好擔心啊 這個是什麼煙 有沒有毒 所以趕快回家 把家裡頭的門窗通通關起來 而如今廠區回應了 說一定會配合調查 而衛生局則表示 經過調查是沒有測出有毒危害的 如果有違法的話 一定會開發 趕快關緊門窗 發現到有一個爆炸聲 那爆炸聲之後 伴隨的是 血壓還有警報的聲音 我趕快把門關起來 真的是太誇張了 居民直呼太誇張 更指出儘管濃煙飄出是第一次 但其實早在這之前 沒幾個月就會傳出濃濃異味 讓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離場也發文痛批 廠區旁邊就是民宅 要是這些氣體有危險 恐怕會造成嚴重危害 再加上廠區維修 不只沒有注意好 讓農煙飄出 甚至事前也沒有通知黎明 對附近住戶非常的不尊重 真的不希望最後要到廠區門口 拉布條抗議 經常就是會有一些突然的一些異味 那這兩年是少蠻多的 這問題已經非常久了 廠區回應 目前已經配合相關單位進行調查 不會逃避問題 至於衛生局則是表示 未測出危害物質 猜測可能是洩壓水氣造成 若有違法一定開罰 記者綜合報導